將發放每人特別獎金 新台幣16000元 去年運動會上才大方發紅包 金元代工大廠台積電 寵員工不手軟 今年再加碼員工福利 台積電員工社團 最近有人在問 到底8000點要怎麼用 原來台積電傳出 從下個月開始 每年給每位員工 8000元額度消費 不管是娛樂費用 機票按摩住宿 或是家人寵物醫療費 甚至買3C產品妝假牙 兒女補習費 只要有銀本收據 通通能暴漲 不限於慈善公益 對此台積電回應 確實從7月開始 將擴大員工福利 偶心就是也有照顧到員工 提血員工 做變相家庭 就可以有多一點食 多一點經費來食 就是滿足日常消費 聽到這好康 誰不羨慕 而以台積電 目前員工數 73000人來算 等於每年將近 有6億現金活水 注入台灣消費市場 學者看好 將帶來一波 陳述效益 就等於說是這些消費 會是額外消費 就是說本來台灣 既有的這個民間消費之外 那再多出這一部分的消費 而且這些消費 有可能拉抬一些供應鏈 比如說他如果說 買的是這個成品 最終材貨 那整個供應鏈 看到這個需求 也可能會加碼 其實不只台積電 電子代工籠統洪海 每年中秋加春節 合計給每位員工 一萬三千元宣利公務金 全球科技業掀起 人才搶奪奪時刻 台灣電子廠加碼員工福利 留人才 不但能推升台灣經濟 又能拉抬企業正面形象 勞資雙贏 繼續我關鍵李宗翰 採訪